大家好,一个星期过去了 看了看台湾的新闻 怎么还是柯文哲的事情啊 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呢 当然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新闻 就柯文哲的事情了 又出新的内容了主要是 什么内容呢 比方说账目有问题 这是还OK了 反正哪个政党账目没有问题啊 都有问题 关键是有一个让大家比较瞪大眼睛的就是 柯文哲拿这个选举补助款 用自己的名义去买房子了 这个大家就炸了锅了 这个我觉得是个话题 因为柯文哲过去我们说 他作为一个医生进入政界 老百姓拥护他 就是因为他干干净净 他没有贪污 他不贪污 所以老百姓愿意选择他 也就是现在的政治人物没有不贪污的 只是多于少或者帮派硬不抓 而柯文哲呢 他作为一个独立的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背景的情况下 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唯一的一个优点 大家还能认可的就是他不贪污 到今天完蛋了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被柯文哲给自己买一个办公室 就用他的名义去买 这个就给破掉了 这个选举补助款呢 其实是没有道理 其实是不应该给了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在所谓的民主政治里边 这些执政党们瓜分国库的一个手段 就是我执政了 我选完了 我从国库那再拨一笔钱给我 我选举花钱了 可是你选举花那个钱 一 你有从老百姓的donation 有人给你捐赠的钱 二 有那些大企业贿赂你的钱 那个钱其实足够了 那个钱都已经花完了 这个补助款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事情 他这个是跟西方学的 西方这些政客们呢 就是想尽办法把国库 那个银子弄到我兜里来 弄到我政党里来 但是西方呢 他把这个钱弄到政党之后呢 他这个钱呢 是这个小帮派的钱 这个小团体的钱 而柯文哲呢 玩的比较绝 这个钱来了以后呢 全是我家的钱了 全是我名下的了 他这一点呢 他真的是也挺有创意的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柯文哲的政党是没有机构的 就是他一个人 他们家的政党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如果你国民党选完了 政党补助款 去了政党的账号了 去了选举的账号了 何友宜一个人敢转到他私人名下吗 他还真不敢 他转不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机构在那待着呢 而柯文哲这个政党里边呢 没有机构 没有什么主任 没有什么副党领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帮小孩 一帮年轻人 跟着封几个临时的官 大家就弄起来了 找个会计就完事了 所以柯文哲说 把钱都转到我这来 人家就给你转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监督的机制 没有任何一个懂政治的人 在柯文哲身边跟他说一声 说哎老兄 这事可能有问题 这事你不能这么看 没人跟他说 没人敢跟他说 他周围也没人 有能力的人 柯文哲也不要 周围弄了一堆女人 我不是说女人不好 就是弄了一堆大妈 女人在一起呢 就事多 你看他这几个骨干 我们说黄珊珊 陈佩奇 虽然陈佩奇 他不是党内的人 但是他的影响力 还是挺大的 才比如 多了 在这里边 他这些名字 出来的很多 你看了 大部分都是这些 女人之间的一些 叽叽喳喳的事情 这些人在柯文哲周围 没有一个人 能对柯文哲 提出一个忠告 忠告就是 这个事情不要这样做 这个事情这样做 可能会不好 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这样的人 第一 怎么也得是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 第二 怎么也得是在政治方面 有一定的阅历的 第三 怎么也得是在知识结构上 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 那个角色 不是一个派马逼的 我之所以说高级知识分子 就是知识界的人 他有时候爱说直话 爱说真话 而没有文化的人 他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投其所好 我就说好听的 说你柯文哲喜欢的 你只要高兴了 我合适了 就完事了 这种人群的结构呢 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柯文哲周围 没有一个智囊团 这个智囊团的智商 应该是高于柯文哲的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就导致了柯文哲 这个政党呢 轰轰烈烈的起来了 起来之后 柯文哲自个儿瞎玩 玩到现在 有人整他了 就是民进党在整他了 为什么民进党要整柯文哲呢 这很正常 民进党认为 你柯文哲起来 是我给你扶起来的 你跟林胜文选的时候 我们可没派人 我们没派人 就把我们的绿票都给了你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起来了 你应该学的时代力量 应该在蓝绿之间呢 应该靠向我们绿 而柯文哲玩的什么呢 绿也不靠 蓝也不靠 我自个儿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情况下呢 自个儿就像天马行空一样 想撬动两个蓝绿 其实他是错误的 他的根基不深 自己的理念阅历不够 在政治圈子里边呢 摸爬滚打的经验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他瞎玩 他按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玩 玩玩玩 还什么蓝白合 蓝白可能合吗 不是你两人合 是你底下的这些选民们要合 蓝白根本就合不起来 这个话题根本就不存在 就没有 绿白合是有的 因为曾经绿白就合过 一些支持柯文哲的人 也支持民进党 这里边是有重叠的 所以柯文哲对这个大的版图 我完全不明白 因此在玩政治时候呢 他就玩了一个蓝白合 他又没真合 你要真的跟蓝白合了 把民进党干掉了 今天也没事 他又跟人家假装那个要拿着 你蓝白合你得让我当正 你当父 国民党怎么可能让你当正呢 不可能的事情吗 门都没有 傻子也知道 但是呢 他就要弄这个东西 又弄了郭台铭又怎么怎么样 又跟怎么怎么样 马英九怎么怎么样 弄得一塌糊涂 其实柯文哲这个动作呢 就把双方全得罪了 不仅仅是得罪了民进党 因为到最后 他跟蓝也没有合嘛 所以国民党那些人呢 在心里上也看不上柯文哲 民进党就是恨你这小兔崽子 你忘恩负义 你现在居然跟蓝搞得一起去了 那我不整你整谁呀 一定是这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人去整柯文哲的这些下属 高昏安也好 黄山山也好等等 包括蔡碧如也好 他们能整都整都在整 整到现在得 整到柯文哲头上来了 之前柯文哲还说了 一些账目我都不清楚 得现在几千万在你名下 你怎么不清楚 是你要求的呀 这一下柯文哲完蛋了 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你道歉没有用了 就是柯文哲 由于他自己决定 用选举补助款呢 不是你柯文哲的款 是你政党的款 说白了还是公款 就是你用公款 为你自己名下买了个房子 然后你说这个我还很好控制 这个东西不用了 不用再说了 这个东西已经越限了 就是超出了人们的一个底线了 这个已经不能再接受了 所以现在柯文哲周围的这些 有些人呢就纷纷的又跳船了 那支持者呢 我认为也已经开始就散掉了 也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在贪污这个问题上 到今天已经不再清白了 那他就没有优点了 你唯一比原来的一些政客们强一点 就是你还没有贪污 至于你无能 这个问题不大 至于你说谎话 政客都说谎话 问题不大 你不贪污 起码还是一个优点 那到今天得 这个唯一的一个优点 让柯文哲自己给破掉了 他呢又绝对不会去辞去 这个党主席的 他认为这个党还是他的 所以下面有一些新闻 就是说柯文哲 我先请假 请假三个月 我先想想 没用 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想回避一下 就躲避一下 他还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辞了 这个党也没有人上来 他后继无人 辞了 这个党就变成零了 不辞还苟延残喘 还跟他可以活一段时间 至少他还有两个立委啊 另外在蓝绿之间 别人还没有冒出来 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冒出一个新的人物 有可能取代掉柯文哲 如果没有的话呢 暂时他就是 也不可能再发展壮大了 也不可能再有选总统的可能性了 柯文哲的选总统 应该是选不上了 选不上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的能力 无能 在政治方面的无能 通过这次事件呢 就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支持他的人都看出来了 你无能 你没有本事 把台湾这块土地给搞好 你没有 那既然你没有的话 我要选你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支持者的基础呢 被他自己给砸掉了 这个很可惜 很可惜 就是原来是一个挺好的起步 大家对柯文哲的期望值也挺高 希望他能够给肮脏的政治里边 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结果没想到 这个大将刚 柯文哲跳进去之后 自己全身也给染将了 也跟着一起去贪污了 一起说假话了 在加拿大的无能 那就更不行了 对吧 你要是有点本事的话 也不是不行 看来柯文哲没有本事 拢不到人 不会用人 不会运筹帷幄 涨不了度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就是不会马上消失 逐渐逐渐就是隐退了 就是你还存在 但是人们已经不再关注你了 你再也没有闪光点 让人们重新来关注你了 没了 这次民进党给他揍得不轻 做的不轻的原因是 确实柯文哲在这个内部 在经济上 在管理上 在钱方面 确实很难 确实让人抓到把柄了 这个不怪别人 还是怪他自己无能 最终这个民众党呢 差不多就逐渐的淡出市场了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人出现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下期节目的 行静